帥氣的辮子頭 誇張的球場熱度 對球積極且瘋狂的執著 說到上面這些 你會想到哪位球員呢? 三分鐘認識系列 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在球場上有著半獸人美名的球員 Kennis Farid Kennis Farid 綽號半獸人 背號35號 身高68吋203公分 體重220磅 100公斤 Farid 出生於美國的紐澤西州 由於高中的他身體瘦弱 加上學業成績差勁 因此他沒得到幾間大學的邀請 大學最終加入莫爾黑德州立大學 大學時期的他第一年級角出不錯的天賦 第二年開始便用13.9分13籃板 平均雙十的表現抓住所有人的目光 對比進入NBA之後的Farid 大學的他完成度便已經很高了 基本上你看到他在NBA怎麼打球 他在大學時期就是怎麼打的 但是那年將數據提高到17.3分 14.5籃板 1.9超級2.3火鍋 而且命中率是可怕的6x23 2011年的NBA選手 Farid在第一輪的第二次二順位 被擔佛驚快的一個尋中 散技初期的他表現極為鮮豔 首次的先發便繳出了18分16籃板的成績 由於那時刻瘋狂追逐球的身影 加上他打球那無所畏懼的表現 讓他在球場上贏得了半獸人的綽號 由於長相酷是正宗主力Nanae 加上後來Nanae被交易至華盛頓勿司隊 這讓我這個飛金快銘一直到幾年後才發現Nanae轉隊了 2013年2月 Farid在三家新秀對上賽中 以出場22分鐘攪出了40分10籃板 率隊勝出並拿下該場的MVP獎項 之後的Farid穩定表現 不停的失列著其他隊伍的空間 當時的精快走的是一種人靜皆兵的概念 Farid所負責的就是看準時機跟進切路強籃板 或者負責啟動快攻的角色 而由於那誇張的機動性與彈力 加上場上毫不掩飾的性格 欣賞他的球迷越來越多 一直到2014年他的身世來到了最高點 2014年8月 Farid被選入世界盃美國男藍的12人 原先多數人還對於68這樣的身高能夠保護禁區有所懷疑 但他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證明了自己 誇張的體能條件以及對於球的執著的野心 再加上美國隊的頂級後衛群們優異視野的衛球 這讓世界各國的禁區們都害怕這位隨時會從不同角度飛進來的野獸 該年10月6號 盡快對宣布與Farid簽下一張6000萬美金的合約 但可惜的是 好景不長 隨著小球時代的興起 沒有投射能力的10號位變得非常的尷尬 16-17賽季由於被捕傷勢的影響 加上正宗新秀Nikola Jokic的成長 導致Farid他的數據被迫壓縮 甚至被從先發一致的替補 加上球隊在2017年簽下老將Paul Milsack 這讓他在這賽季警出場了32場比賽 2018年7月Farid被交易至了布魯克林籃網隊 原先多數人預期Farid來到這裡能有更多的機會表現 一個月後的某天晚上 Farid就因為在車上被查出攜帶過量的大麻而被警方逮捕 雖然最終免於重罰 但不知是不是這因素 籃網隊僅讓他上場了12場比賽 便在2019年1月將他裁掉 然後幾天後便與修士頓火箭隊簽約 來到火箭的Farid確實過得不錯 場均12.9分也是生涯的勢高 2019年11月 中國CBA的浙江廣夏隊先是開出了一張200萬美金的合約 但隨後被Farid與他的團隊拒絕 最終同意以一張1年440萬美金的合約 加盟浙江廣夏隊 但加盟廣夏後的Farid在7場的比賽裡 只巧出了平均17.3分10籃板 這讓廣夏隊十分失望 然後並將他踩掉了 一定有很多觀眾有疑問 Farid明明就還能打 為什麼沒有球隊要他? 其實像Farid這樣矮進驅行的球員 本來就比較難逃生活 再加上有一些年紀體能不如以往時 加上本來防守就不太好 放外線被過放在內線沒护抗能力 又太矮 而且感覺上實際身高沒有到2.3 進攻沒有主流的三分球投射 連中距離都不算堪用 只靠著攻守轉換以及接應傳球得分 但不管如何 Farid在球場上全神貫注的心態 以及對於球的執著 曾經讓我想起Ben Wallace或Dennis Rodman 以及漫畫灌籃高手裡面的櫻木花道 希望他未來還能找到他的棄生之處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按下喜歡、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想看的球員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我是蝦球 我覺得我最近得了名為發片的病啊 我們下支影片見 好的 OK OK